為了賞賭民眾可以投稿利用電子法票 以及財政部推動構範的作稅進行 今天早上財政部中区國稅局 購買的財政策是基盤一百十二年度 同意法票推行,以及作稅賞賭互丹 民眾只要在互丹現場先完成作稅優惠 臨車冠前一百十二年 七月到九月消費十個以上的法票 都會等對外建立賞賭品 財政部中区國稅局購買的財政策是 基盤經濟同意法票推行作稅的選擇賭互丹 各黨委員會賺了機會來選擇稅部的相關政策 針對今年自用住宅、地價稅的申請的部分 到九月二十二號 如果今年沒有申請的話就要等明年了 那記得在我們的云丹現社務局的網站上面 也可以做下載跟申請的部分 透過作稅選擇賭互丹 主辦單位是提供很多精密的禮品和遊戲 來各類民眾可以多多來利用、輸用、分斷發票 做宣布的東西也能來提升得獎勵 我們今天我們中区國稅局副委經營所在這邊辦理的這場 統一發票推行的資稅先導活動 只要目的還是要先導我們消費者過後一定要記得收取統一發票 那現在因為是世衛化的時代 我們政府一直在推這個發票五指化 所以最好我們希望消費者能夠利用這一場活動 能夠知道這個訊息就是我們政府有推銀端的發票 所以我們只要用載具然後去收取銀端的發票 那這樣減少紙本發票的話 對我們的數目也可以拯救 也可以保護我們地球 銀端的發票當然為了促使我們消費者能夠盡量去收取銀端的發票 所以銀端的發票有一個專屬的獎項 那這個專屬獎項來講 跟一般發票來比的話 是有很多的中獎的機會 所以比如它每一期有多這個一百萬的有三十組 那兩千塊的有一萬六千組 那八百塊的有十萬組 那五百塊的有一百六十五萬組 所以銀端的發票的中獎機會是比我們一般的發票高很多的 蘇永混團發票不但能夠來減少抓獎的榮會 可以獲得獎項的紀錄 歡迎民眾多多來蘇永混團發票做款報 謝謝您的報告 你們的報告